词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中国近年来举行了很多大型体育赛事 而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议将迎来开幕式 目前开幕式部分嘉宾名单公布 刘德华领衔 周深人气高 目前公布的出演嘉宾名单有刘德华 刘德华是四大天王 她毫无疑问是亚运会的领先嘉宾 而根据知情网友透露 刘德华在亚运会开幕式中带来的是她的新歌曲登场 这首歌曲早已经发表 当初一发表便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维维是内地女歌手 作曲人 国家一级演员 她的歌曲《爱的奉献》 《亚洲雄风》等传唱度都非常高 《亚洲雄风》则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 她演唱的一次歌曲 如今她将再次演唱这首歌曲 周深是目前非常火的年轻歌手 她是各大综艺节目和各大晚会的常客 这次能够站上亚运会的舞台 网友们自然也非常期待 而且目前她的人气也是最高 她还演唱过亚运会的主题推广曲《全力以赴》 这次参加开幕式更是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 除此之外 歌手还有肖靖腾 玉可为 沙宝亮 马国谦 尚文杰等人 玉可为和尚文杰两人是通过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 目前两人也是各大综艺节目的常客 沙宝亮作为内地著名歌手 近年来她的动态并不多 而肖靖腾则是台湾歌手 她之前经常参加各大综艺节目 今年也很少出现 马伯谦则是年轻代歌手 目前她正在参加芒果台的皮革3 在皮革中她的人气也是非常高 而这次登上亚运会这个大舞台 对于她而言更是一次提升 演员有王祖兰 刘米涛 张天爱 李温翰 李晨等人 王祖兰与李晨之前一起录制过浙江卫视的奔跑吧 而张天爱近年来出演了不少经典影片 还参加了不少综艺节目 去年还参加了浪姐3 并且获得了超高的人气 里面也有不少流量艺人 其中包括吴轩怡 刘雨昕 张子宁 周杰琼等人 吴轩怡参加综艺创造营101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加入到了火箭少女101 目前也是各大综艺节目的常客 而张子宁是她的队友 她当年以第七名加入了火箭少女101 目前组合虽然已经解散了 不过他们两人的发展都很好 如今两人同时登上亚运会开幕式的舞台 更是对他们的认可 杭州亚运会举国同性 娱乐圈内的明星艺人 不约而同的为杭州亚运会歌唱 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亚运会 以及国内外的运动剑耳门 由此展现了中国艺人的良好精神风貌 彰显了知名歌手热爱亚运会的人性情怀 一 刘德华演唱登场 送来港星最好的祝福 刘德华作为一位优秀的港星 他演唱的歌曲登台 是一首献给亚运会的助威曲 这首歌曲充满精神和力量 主旋律积极向上 带来了最深切的祝福 让拼搏和奔跑 带你去乘风破浪 你高举著徽章 宣告未来登场 登台这首歌的歌词浅显易懂 和亚运精神非常契合 通过刘德华的演唱 登台这首歌的感染力更强 进一步来看 刘德华从香港走向内地后 他红遍大江南北 深得不少观众的喜爱 从忘情水到恭喜发财 刘德华演唱的每一首歌 都富有真情实感 带来歌曲的精神力量 感人至深 所以作为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 通过演唱登台 带来了港星祝福杭州亚运会的美好心愿 与此同时 也让更多追星的观众看到港星良好的精神风貌 二 小战 周深 弹剑次高歌一曲 为亚运会加油 小战是一位励志向上的艺人 他演唱的亚运会公益歌曲 我们都将奔赴美好的未来 带来奔赴梦想的新气象 毕竟 圆梦亚运 是众多健儿的梦想 用积极的行动 为梦想加油助力 便是肖战通过演唱这首歌 所要达到的目的 可见 杭州亚运会因为公益歌曲的畅想 也必将迎来一个美好的开端 周深演唱的一首《爱达未来》 是对杭州亚运会最好的祝福 整首歌曲 传递爱的正能量 拥抱未来的积极心态 才是健儿们圆梦亚运赛场的最好选择 周深通过悦耳动听的声音 传情达意 生情并茂地歌唱了美好的生活 这是老百姓幸福生活 还庆杭州亚运会的未来期盼 谭剑次演唱的是亚运会官方推广曲 有你有我 带来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人性关怀 所以 这首歌曲的意义重大 对健儿们加油助威起到了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谭剑次作为娱乐圈内的优秀艺人 他在舞台上崭露头角 人气高涨 谭剑次唱《有你有我》 是对亚运会最好的祝福和期待 众心为杭州亚运会歌唱 歌曲由美动听 歌词寓意深厚 感人至深 这是明星艺人祝福亚运会最好的方式 还应该看到的是 歌手们演唱的这些歌曲 歌声嘹亮 祝福线上 成为明星引导观众追梦杭州亚运会的新姿态 祝福杭州亚运会 歌颂亚运精神 带来亚运新面貌 便是明星艺人呈现给观众最好的歌曲欣赏 感谢刘德华 感谢肖战 感谢周深 感谢谭剑次 你们是观众的偶像 也是为杭州亚运会带来神情一场的好歌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杭州亚运会上的歌曲到底有多惊艳 时隔33年 韦韦在唱亚洲雄风为亚运劲而加油 刘德华更是全新现场 第二首登场 第四首 第四首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